FM 2200 余夫社区电台 FM 2200 余夫社区电台 大家好 我是余夫 大家好 海浪淘淘 我不怕 我忘記了 捕魚哥 我每天 今天穿這樣 我每天在台湾中小的 今天說叫我去釣魚 釣魚 我直接先聲明一下 我這個漁夫實在是 不好意思 我不會釣魚 我釣魚就是釣魚是不是 釣魚粥粥而已 不過我釣的是美人魚 我先聲明說釣這個美人魚不是說 有的人 男人回去幫你摸 我說 我明天要去釣魚 結果是 早上去釣美人魚 我不是這個 先聲明一下 不過這釣魚 我以前去港出台去釣魚 派人說釣魚的人性格不太一樣 當然有的人說釣魚的人才有耐性 他說我不行 我沒什麼事情 這三人說的 這是我的朋友 吳戀針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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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戀針說的這個釣魚 還給他在 尤戀針說的 尤戀針說的 看到臺灣他說 阿 這麼美麗的波度 這就是當初祖先關注 我們的祖先要來到臺灣的時候 他們的心情 不過老實說 吳戀針說的 這樣很有文學生 其實人家真的釣魚 帶來人生很大的樂趣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呢 我這個釣魚不是我的 那是他的 這都是很專業的 這都是很貴的 這是很專業 很精密的東西 這些東西三人的是 這個釣魚雜誌的總編輯 鄭波元的東西 他是怎麼樣 他是專門的釣魚 他那釣魚叫做釣學文 那如果世界大釣場 他都沒有去過 不過他在強調 他說他在釣魚 總之強調一項 第一 人要跟這個主人 要結合 人要向主人來學習 他釣魚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有的人說 釣我一堆 在家裡邊邊邊開 吃不下去 吞不下去 他也照常在釣 他不一樣 鄭波元的說話是說 我這隻魚 我們釣起來 他不是要來吃 他是要享受到那個 跟魚 人跟魚之間的混導 尤其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 一個釣魚上面的時候 我們拿到一隻釣竿 那魚在裡面在釣 我人雖然不會釣水 但是我用一隻釣 有一個釣絲 我就硬要把你釣起來 這樣就是 人跟魚的混導 這就跟我們說 老人與海 那種同樣 所以釣魚 對很多人 你想說 奇怪這些人 去那邊 明明去釣魚 釣不去 現在在那邊算 算一算 在那裡 要到循環的時候 看人家另外一個人說 喂 你有欠了一尾 我心想帶你來去 所以為什麼這些人釣魚 這樣燒到這個陷 我們台灣有很多人釣魚 那些人的心情是怎樣 肯定要像這兩位朋友來說 不過 先要給我們所有的 我們要釣魚的人 我們今天要釣魚 絕對的 我們要記得 我們要做一個好好的釣客 我們不然說去到那裡 那個魚 大部分的社會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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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你現在讓一讓一讓 哇 你的狀況就不用想要釣 所以釣魚跟我們人生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關聯 只要請這個吳戀真 也感謝鄭伯偉 這兩個 都對中魚 哇 真好說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就叫你們兩個 來講 來 現在 今天來講中魚 我穿這樣 教授嘛 這個 這是什麼 沒有人穿那裡漂亮的褲子 沒有人穿那裡漂亮的褲子 我們這是高級釣魚的 要像釣魚去釣魚的這種狀況 釣魚 看好像比較不像釣魚 什麼釣魚 好啦 我們現在釣魚 對很多人來說 現在是一個 不是一個休息活動 對一個人的 人生有很多的重要的意義 無論如何你是第一道 什麼時候開始釣魚 第一道 沒有人說釣魚什麼 都小孩 小孩的時候 我第一道釣魚很舒服 是跟老婆回去加魚 那是釣魚嘛 那魚釣魚 魚釣魚 還有印象很像是 一次牽涼兩尾 那裡有一條山 那裡有一條山 一條山 那一條山 那一條山 一條山 那一條山 很舒服 因為小孩的時候 你不知道水裡裡面 快點裡面有東西 像隔 有針的說 丟起來了 對,丟起來了 但是你小時候也是這樣丟 小時候都這樣丟 小時候也是 小時候 青苔修一隻 有幾度小 鐵山什麼 不就是看有鐵山的尖下去拋拋的 如果一塊或是五塊 買一塊糕算幾分那種 就能自己後面有土地的素材就能餵 對喔 台北我們也這樣 四個人身代表大家的經驗都是這樣 不過文靈先生你打的時候 你也是你跟你後面有狗的時候 你跟你們狗也有祕訣嗎 沒有 我們狗現在跟你說要骨頭 他就不知道了 骨頭可能就不要看過了 要骨頭一塊骨頭就不容易了 骨頭還有鞍鞍鞍 對啊 你一般人要說要做一個 現在我們去海邊找這個 釣竿釣絲也很多嘛 對吧 海邊現在因為台灣好起來 好起來好起來挺大的 反正大家長期都不在地 所以你去海邊走一走 都沒有釣魚 骨頭沒有魚骨 魚骨頭沒有而已 這樣要算嗎 很簡單 你稍微撞都有 撞邊的撞都有 有啊 撞山啦 骨頭啦 連轉帆有 那都有 都有啦 魚骨頭比較喜歡釣到這樣而已 不然你們很多啦 是啊 在那裡大家也沒有 一整個海洋方的 整個都農那種魚 不過你差不多還沒說完 就是說你的那個 第一個人在釣魚 你剛才跟你老婆去釣魚魚 那是怎麼開始了 其實開始自己說是要釣魚 其實目的不在釣魚 不是要釣魚啦 不是要釣魚 只是說 老實說想像是要站在旁邊 旁邊是沒興趣啦 因為現在大台北 老實說大台北 旁邊都說要有錢 那隨便人 鋪在那邊 把一支粉絲都要釣魚 因為感覺是要釣魚 要釣魚嘛 不然是去拔嘛 我釣到又賣魚 賺錢這樣 對我來說 其實你是不是想要看 可以撞離開台北的 所以不知道去找海賓去 找海賓有一個好處 你剛才騎也沒來一人做了 你釣魚有一個好處 你去買一支魚鋼也有嗎 把它彈下去 不管哪有哪有 第一你已經理會你的工作 我們應該去 你的工作 第二是外面 你看都這麼看的 的地方嘛 你如果沒去的時候 還可以去擠台 不然裡面會找什麼東西 什麼不一定嘛 他說要在中間的時候 撞班有沒有 心情有夠壞 什麼東西什麼不出來 就去的時候 一邊是跟公司 要在地下室 要把我的道具插起來 他說不想幫他找 找到淡水那裡去 小蟻常說沒找 結果是叫鳥隆士 我靠下去 他去找問 想要逃避 就跑去找都 大家都找不到人 不知道我找到 結果說不知道怎樣 結果衰也衰 人家剛去看鏡頭就遇到 連鳥隆就讓他們抓到 還抓到 所以現在常常去釣魚 都會這樣 不過這樣一個人去釣魚 就有很多東西 你去釣魚怎麼在想事情 沒想事情 可以收 可以三個東西也沒想 我覺得釣魚最好是這樣子 所以就算說 讓一個人完全清清下來 其實釣魚跟打造已經差不多了 你打造也是 有些東西現在出去 你釣魚不要想說 我一定要釣魚的時候 其實它彈下去之後基本就 對 剛才鄭總編 你也是看漫畫書天才小釣手之後 才開始下去 算是不幸地開始 是從天才小釣手開始的 這是釣後門的 釣後門的 很辛苦 對 因為以前我們算說 我在韓國中的時候 沒有什麼攸關的這個 外面的一些小心 所以說 那時候大部分 我們小孩的資訊來源 因為電視也不像現在這麼豐富 對 都是對課外賭物 尤其是漫畫書頂頭最多 所以說 那時候看著天才小釣手的時候 覺得不錯喔 因為釣魚本身就有在玩 想到它裡面有分門別的 釣魚介紹很清楚 是 國中的魚類的釣法 我們這麼慢慢研究說 原來是不一樣的魚 要有不一樣的釣法 生化體不一樣的環境 我們釣魚的人就是說 如何去製造 我們對我們優利的條件 因為一些魚 我們要了解它的實性 我們才可以釣魚釣 我說這樣就太嚴重了 現在 你當時 剛剛吳蓮正說的 是釣後門的 我這是釣鯨的 我 餘虎是叫做餘虎啦 對 釣魚是這樣 有的人是真的很緊心在研究 譬如說 甚至說不一樣的地方 當酒丟 當海洋丟 不一樣 水的垃圾不一樣 在什麼大樓或燒爛的時候 都要利益多空 不一樣 我會這樣學習 所以不知道有十字可以看 十字不知道可以賺錢 這合文也很辛苦 你自己 我們不要說合文 說平常實在 對你自己的人生 給你的感覺說你這樣 剛才有人說不用受 那不是真的不用受 你剛才說到這樣 老人家去釣的時候 也是要想 比較不用受 對啊 我不知道每個人不一樣 三點半到就算 就時間到了 快點回去就對了 快人的錢也不太多 你都這樣對 不過我感覺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雖然說這是有一個 比較有學問性的 比較有系統的 不過我們如果說 鯨魚以外的工作 我們想說它可以培養我們 一個做事的方法 方式 如果我們鯨魚正常都會準備 譬如說你要準備釣魚 你要準備釣釣 你要準備釣釣 所以說你慢慢的 你如果這個習慣 如果鯨魚之後 你的做事也是這樣 說我們做事正前 我們要有什麼東西要準備 每行都要準備好 這就是一個習慣 我覺得是潛移默化的當中 對 但是問題是這樣 我說鯨魚跟鯨魚一樣 就是說你準備這麼多的東西 但是有心要去 鯨魚的過程 反而會跟你當初想像完全不一樣 這跟鯨魚一樣 譬如說給你說準備 是說三四個月到晚 鯨魚都釣到鯨魚 大家現在傳鯨魚 鯨魚做鯨魚一堆 去到那時候 鯨魚三個東西就沒有了 沒有 怎麼過了就沒有了 就釣釣了 可能有人 別人沒有這個釣釣就釣釣了 你如果認識到鯨魚上鯨魚 鯨魚就釣了 不知道這個 可能 知道海底有魚 有在吃魚 不知道什麼魚 不是鯨魚以外 不知道什麼魚 OK 鯨魚就開始鯨魚 他釣什麼東西 什麼魚 你鯨魚可能鯨魚不對 沒有人看過了 聽到說意外 比東西更好的魚 有可能是跟一半倒下去了 所以回來的時候可能他的冰箱是空的 也不一定 所以變成說你的鯨魚 你實際上對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的也有可能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說 人生的決定 你要去地球吃東西 結果是出來的 沒有不同的 可能是完全落空 可能是完全意外的驚喜 比如說 我們台灣夏天都釣了白鯨魚 對 那針肉有 那個秋鯨魚 整米切一半去釣 去釣 去釣白鯨魚 我聽到想說 針肉 半尾去釣 一杯白鯨魚 拜託這樣算 算本事 不知道嘛 對 不然就是有時候是去 切一半釣 白鯨魚都釣了沒有 那種不來吃的 那奇怪的 那個鯨魚好有沒有 種種來 對 那鯨魚好這麼會不會 那看又好看 那片廚廚裡面又好片 這麼會不會 整塊這樣 那三個多好 那也是意外的驚喜 那完全不一樣 不過聽說 有很多人是說 你們在釣魚的時候 就說你如果釣魚魚的危險了嘛 就可能 有人說釣魚 如果釣魚拿釣魚出門 都會講過啦 什麼會講過 這是我看 我覺得這個 稍後我是沒什麼感覺 會很正確的 因為有時候釣魚是有一個紀念 譬如說 我們說我們當時去釣魚 一塊多大的魚 我們做一個證據 做一個所有福利 沒有朋友說你碰風 明明就一斤 你回來說變兩斤 變三斤 那有的可能是 屬於釣魚做這麼多的 他需要一些商品來幫助他的文章 所以說要釣魚 但是經常有聽朋友在說 釣魚如果沒有釣魚魚都很高的 都大塊 是 如果釣魚釣魚 經常就會說句 沒有啦 我跟你說 那是另外一種說法 釣魚不要釣魚 釣魚釣魚 你怎麼釣魚 每的人都有一個一斤魚 是他拿出來的紀錄 每年都會釣魚 我外面就一斤鵝毛這麼多 每年就這麼多 到老闆的時候就這麼多 去海洋 這年會說我整天就一斤鵝毛 到大尾了 你知道那種氣氣就不用了 你看人家這樣而已 不要釣魚 不要釣魚 這樣釣魚才有利 所以像這樣 一些革命英雄都說他年輕的時候 就對國家有多麼有貢獻吧 對不對 日式不釣魚才能釣 日式釣魚就沒人釣 有的人常說我在釣魚的時候 現在釣魚 說釣魚 釣魚釣魚釣魚很大塊 是 還有人釣魚釣魚 那個魚釣魚 拿起來 釣魚釣魚很大坪 對 就說鵝毛釣魚 很大塊 釣魚都是最大塊 釣魚 釣魚也最大塊 釣魚釣魚 釣魚釣魚釣魚 不過這個 我們真正不要 你現在釣魚釣魚釣魚 你自己釣魚釣魚 這情況 全世界釣魚釣魚 situation 有什麼地方 這是大的釣場 你在 allowed a nest 傳世界就 planned catast deer釣魚釣魚 但是 這真的很釣魚釣魚釣魚 真的釣魚釣魚魚 真的釣魚釣魚 但是對而言 我是覺得 經過年老房 年老大 非常 Period 很適合 這個環境 保護才能 我們像台灣 一般來說 那麼他釣魚釣魚 還有 你加上釣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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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釣魚釣魚釣魚 但是他們在世界的環境來說 他不是這樣 他會給你探索 雖然你可以看到這個蚊跟蚊裡面 都全是魚 魚有夠多讓你玩過之後 但是他完全給你探索 什麼魚一天你能夠抓幾乎 我們去到那裡 我們看到一個自然的環境 有這麼的優美就是因為有這個保護 人類的需求應該要有一個探索 不可以說我這麼多 如果可能在台灣 如果他們用到對面 可能就回來拿網子 如果說自己抓不到 可能就出品隔壁 什麼樓上就找樓下 要有點放的 你用電魚的 真的這種 沒有 其實我發現 其實台灣基本上 就算是釣魚的專業人來講 也有很大錯誤 你說釣魚比賽 台灣釣魚比賽的幾乎 是殘殺台灣河川遺類最殘忍的 釣魚比賽都給我釣上桌 你沒有限制狗子幾乎 我就說整個比賽 都給我用小的狗子 比賽上升到最大位 這個比賽就是比大家中一月而已 現在不是比賽量的 用最小的狗子來中 大大小的總起來 親當的 很差的 所以吃不吃不吃不吃 我們還是照常都給我 都給我到這裡 都給我到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站在海邊 經常看那些小魚 都給我到這邊 在那邊死 就是這樣 對 台灣人其實很殘忍 所以這個釣魚也可以看 台灣人很殘忍 說得也是我們這樣 對 但是都怪別人殘忍 自己都不放心 自己也很殘忍 自己也是台灣人 不過我們知道 就是說這個釣魚 要去了解到魚的個性 釣魚的人可能就要含 魚的個性很接近 才有辦法釣到魚 是不是 來吧 iPhone 2200 一副社區電台 無花生也無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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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南大館講到這個 來 現在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鹿魚 鹿魚魚 對 鵰魚 這全身都高了 魚魚 好 你用這個下去釣魚 為什麼 這魚子都給你釣魚 對啊 一般來說 我們魚用這個東西釣魚 有三個原因 第一點就是 魚在 自然當中 是大隻吃小吃的 是自然的習性 是 第二點是魚有好奇心 他大部分 在水裡面看過 不要看過的東西 他可能來試試看 會吃不吃 就來咬一下 所以你保證 你不要看過魚 所以魚也來試試看 對… 有的行動 很奇奇怪 很少 第三點是 魚有領域性 不要說 它要摘一個地盤 為了要繁殖後代 確保食物的來源 摘這些魚 如果是賣的 它會攻擊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個 如果經過它的領域 它會出來攻擊 要保護它的地盤 所以你這完全就是 要騙魚的 對… 你連魚這樣說 連魚就沒吃 你怎麼說別的這樣 央壽 央壽 這比較乾淨 這比較乾淨 要不然 魚要離開幾次 是… 是這比較乾淨 環保的問題 央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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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魚很乾淨 很乾淨 很乾淨 這魚都… 魚沒有地盤 所以全民隊不要對好奇 對沒有看過的東西那麼好奇 對… 容易受傷的 不過我現在想說 魚是有地盤嗎 魚有地盤嗎 當然有地盤 不然怎麼會這樣找到沒有 不然怎麼會這樣 不然怎麼會這樣騙 只要騙的就是魚 不是這樣 不一定會這樣好騙 這因為那些騙 人總比魚那麼聰明 對… 魚有地盤 人的地盤比比較聰明 對… 不然你會這樣說 有什麼儀夫跟魚騙來 就是這樣嘛 對… 那儀夫永遠比比他… 沒有騙到 拜託你不要這樣說下去 沒有 正在告訴你 一般我們在對魚 我所謂的智慧是說 他如果發現錯誤 他會學習 說我明明就看這隻 這個鯊也很藥 不會再吃 有可能 有啊 因為在實驗室裡面 有一個依據就是 魚若若被抓到這個東西 他對這個東西的硬度 或是軟度 跟它的色澤 它有記憶性 這個記憶性會越來越強 因為我們如果把它抓到一邊 我們把它放下去 第二邊抓到就更困難了 第二邊抓到你再放下去 第三邊就更困難了 對於說他今天學習就是 這個東西是不吃的 我們如果要把它抓到 就會越來越困難 是 是以擁有一個智慧的存在 而且好存在 好像這種記憶 會躲在魚裡面 滴煙裡面 會傳到一台 我再說一個 證明是什麼 譬如說 黃雞 我們說台灣像這樣 黃雞 黃雞在那邊抓去抓的時候 出海去抓的時候 爪子比較糟糕 現在黃雞 你爪子會越細 你要把它騙 要讓它 看來爪子要來吃 那一台 你會比較多 你會這樣騙 像這樣 沒有 沒看那一台 才要去吃你 那一台應該是 HTA HTA 所以我一定要想 可能那個聰明 環境的影響 那些東西都要他們 會出海去 中餘的DNA是味道 他傳給他 這點也比人更聰明 是啊 人家一台 人家一台 經驗不一定傳給他一台 譬如說你跟一個 青少年來說 我們自己也適暖過 我適暖不然痛苦 那是 暫時剛才不對人 過期就好 當然 看初戀情人 痛苦的時候 你可能也沒有什麼印象 對 但是你的兒子 剛才亂來 又失敗 又痛苦到不會死 對 有道理 不是啦 我們不直接用那種 你要去團下去 對 不團 就是說 以後說失戀不要痛苦這樣 鄭總明治 你在中餘的時候 你說有那個 看起來的感覺是 正正蘇麻 是什麼意思 正正蘇麻是 這是 這是 比較曖昧的事情 非常曖昧 因為魚子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釣到魚子的時候 它會掙扎嘛 掙扎就是一吋一吋 一吋一吋 所以說一吋一吋 魚子抗到中山 中山抗到中高 我們人 我們的中餘人 旁邊的中高 所以說 如果每當 掙扎一邊的時候 掙扎就準 會比較準 那準的時候 我們心肝頭的走起來 走起來 走起來 所以如果他掙扎一邊 你就覺得很快樂 因為魚子掙扎 你會享受快感 還怕他走起來 所以就有感覺 如果掙扎一邊 你就突發一致 他如果掙扎的時候 一直掙扎 從頭到尾 所以說用一個正正蘇麻 來形容這種感覺 你說你有那個 征服感就對了 對 你有那個征服感嗎 政府感應該一般來說 大部分的掙扎都有 不過我們如果看另外一個方法 來看這個掙扎 是一種的 對自然的了解的印證 就是說我們掌握一切有利的條件 我們來去掙扎 魚子如果吃你的狗 就是印證說 我們的想法和自然是滅血的 是有結合的 所以說魚子來加我們的狗 想法和自然是 是五結合的 結合的 你太親了 不是太學問了 我覺得那個 其實魚丟到現在掙扎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電腦是人性的 人 原始的本能 欲望的全部展現 就我比較反角度來看 那一隻魚丟到的時候 你丟了 你走出去 其實是那個感覺 所以有人是丟到沒有的時候 又說 發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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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人騙到 還是說看人家在掙扎很爽 那種感覺 對 其實我比較喜歡看 你說 你說 用最簡單的釣進 釣到紅鑽 現在四十公斤五十公斤的紅鑽 昂巴 那種 騙得很難 現在有電動的 不許 接著 扭起 昂巴是用一個騙 60斤 70斤的紅鑽 你看看 那有一點恐怖 那是真的鬥爭 那跟老人厲害的一樣 對 對 我用最簡單的契技跟最小的裝備 那我跟妳對 站在同樣立場上拚 可能妳的體重跟我差不多 因為我是人手 我沒有太太水 我說站在紙巾上 我用一條紙巾給你拚 你拚拚 如果我會輸 我會輸嘛 會贏 你衰嘛 那種東西才叫做 陣陣輸馬 如果這樣小了 牠怎麼說什麼陣陣輸馬 你看像現在太尊重了 下去 恰恰六倍 啪 兩百光車 這樣拚起來拚到大家眼睛 都撲出來的時候 哪有什麼 我不是 我都發現那個感覺是 你死了你 你死了你 那種感覺 要跟他拚拚 要跟他拚拚 你自己拚拚沒有這種拚拚的拚拚 像我這樣說 這樣起來的時候 有啊 基本來說我們拚拚的時候 大小魚也有不同的絕對的感覺 因為我們說大小魚 用比較粗的結石下去中 小魚 我們用柚結石下去中 一樣是享受一個正正數碼的感覺 一般來說就是 像吳達仁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怎麼給魚仔一個公平的機會 對 就是他如果是太小魚 我們不要用太粗的結石 也不要用太細的結石 因為大小魚 如果對著細膠有當初吞多的事 所以我們怎麼對這點我們有一個康量 要給魚一個公平的機會 如果像剛才吳達仁剛才說 用片的捲線器是用手下去割 對 現在有的大部分都用電動下去割 這是比較的 比較的來說是 我覺得是不同的角度來看 因為有的當初 我們的鍊盤太粗 200公錦 300公錦 掛一個圓寺 有當初四五斤 我們如果要放下去 讓我把它蓋起來 要整身很乾 不知道說買魚仔一斤 你不能跟它拉起來 這是 覺得是不同的釣法 你說這個 我想說 我有一次去騙 跟一個魚民 我去採訪 叫魚民說一個 一個故事我聽得很感動 他在說 他說那個台獎 台獎有他們的都用那個滾輪式拖 有的感覺有這麼多的 都繞起來這樣 那些魚都不需要走就要走出來 非常大路 你往哪裡跑 所以他在想說 他說這個世界 地球上有四十億人口 他說這個人 四十億人口 跟這個魚仔 四十億人口都有做北部 有一個家庭的機會 你做魚仔 你給他做北部 有一個家庭的機會嗎 這樣人家就吃得完了 是 所以我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 剛才他聽到他說 他跟阿拉斯家有規定說 一個人可以丟幾個月 有嗎 甚至他像家酒那裡有說 母蟹不能抓起來 他要生團嘛 所以台灣最好的是什麼 就是說 國中魚仔 多大一雙一雙才可以丟 就是說丟魚的過程 不是在乎得 而是能捨 能捨 譬如說我只要紅甘 丟給他四斤而已 你四斤當然好處 也好處 但是你會覺得 腳踏起來 抱歉我放下去 我說那才是真的 那時候用電魚炸魚 那些人的心態是怎樣 我認為我跟他吃得好 還是怎樣 我覺得那是一種 是為了短期的利益價值 因為我們這個方式 在抓魚比較快 放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魚仔 中間要撲起來 撲起來 他要撲就好撲 他不用說去用網子 他自己方便就對了 他也不愛享受 你講的那種的快 對 那是這間的 就是說我扣魚 衛生的 就說丟魚的人 炸魚的不用 那種不是那種獵殺大隊 但是我常說 這東西人都會不記得 不知道那個後果多嚴重 譬如說我這裡炸魚 如果炸魚 我炸過兩邊過 這個地方魚仔不來 對啊 炸過兩邊魚 魚仔不來會怕 本性就是說DNA的基因 我不會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好 這個地方就好 這個地方不用先撲魚 相當的就是說 我們一隻魚仔的居住環境 被它破壞了 因為一些魚仔都要 挖在魚椒 什麼 我們如果帶魚下去 都放到便宜去 因為都比他太的 像沙漠一樣 人類不會去居住在沙漠 就是因為居住環境很壞 所以說放一遍兩遍 環境破壞了 不過我們現在說 我們除了譬如說 人類很難以外 我們一定要去 了解魚的這個 你每一間出去 都要去抓魚的這個 性格 他的個性 要完全了解他 像中文明 你自己的體驗是怎樣 我覺得如果是 我們要丟什麼魚 你就 第一點就要想說 你是什麼 你就是那個魚 他怎麼說 有的魚他實際不一樣 有的魚是 在外地水的表面 譬如說我們像雞魚 像一些鹽啊 蔥 都在水的表面在走 有的魚是住在水的 蟋子 譬如說是九斑 什麼 我們要釣這種魚 你如果對牠的事情沒有了解 你會變成說 譬如說 如果在頂端站 在水的魚 我們變成說 我們釣走釣魚 都留在蟋子 永遠沒有機會 讓牠跟耳碰面 所以說 你如果要釣這種魚 你要釣得好 你要對自然環境 要先了解 了解 譬如說 就要釣竹 就要釣竹 竹竹都會倒一肚 所以走牠又生半千元 bond 對 拐拐 譬如說 那壑 對 拐拐 中先生哪要釣 哪釣 所以你其實釣魚的時候 基本的知識還是要 你要釣什麼 對那隻魚 還要真的很了解 對對對 我覺得是說 我們現在釣魚就是說 你一定要了解 你要完全符合自然 所以說這是我們人生一個看法 就是說對釣魚延伸 我們如果說一切符合自然 才是共生共榮 共存共榮 對 我們如果說違反自然 你永遠達不到你的目的 就說在鵝鵝鵝鵝鵝鵝 要用上下站的釣魚來釣魚 這四人你也釣不釣 我覺得這是一種人生體驗 就是從釣魚來 對我來說 其實我... 有人來說說 常常釣魚人說 那是紙逼 你沒有時間去研究那些學問 所以說這樣釣魚的 才是釣魚 其實對我來說釣魚 其實電腦是一種釣魚 譬如說我工作很不容易 大支隊一大隊的時候 我也知道釣魚 因為尊重釣好 是... 警察台人 點完命之後 找事跟出國一樣 沒有人找你會釣啊 海中... 我人家帶大哥大家都說笑 哎唷 生意這麼不可以 很好的 你海中... 你釣魚是小的 所以... 在那裡... 你去的時候 是釣魚還是釣魚 是沒關係 其實你已經離開那個時候 那時候你的可能性 剛才釣到鳳燕 吼... 吼... 吼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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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我現在十二點 我現在釣魚... 我現在釣魚... 你覺得算了 我還是任命回去工作啦 有那個感覺嗎 所以... 所以...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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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有一個... 一種永遠的期待啦 我們... 我們就不知道說... 我們去... 我們... 水裡面下來... 可以去釣什麼魚啊 是大魚還是小魚 我們永遠有一個期待在的 所以說... 他才的... 那就是有這種挑戰的感覺出來 對... 一直有這個興趣說... 我... 欸... 下次再試試看會不會更好 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同好嘛 所以... 那也是變成... 男人跟男人之間那種情感嘛 對... 他現在老實說... 都找同... 各行各業不同 是... 啊... 沒有女人的世界有時候真的很多畫畫 我能怎麼出來 嗯... 啊... 秋冬都不用... 人們都不知道... 秋冬都會是接受啊 對... 沒感覺... 女人都... 女人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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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都要把她凍了 這樣... 對... 好... 來... 先喝一個... 真的呢... 這是米蝸 對... 那是米蝸 我過幾個月... iPhone 22001 for search.tai 電力輪三次先說的嗎 沒有啦 電力輪不是啦 不可能啦 我整個要死了 釣魚的東西太久了 這隻不是這樣用嗎 我跟你說 釣魚的巨季比打小排球還要過 對… 不要說了 現在開始做到 消費比打小排球還要過 有練是你的釣具嗎 我釣具都放在釣魚店 是怎樣 因為拿回去摸摸說 那個多少 你如果說一半錢 我說沒錢 所以乾脆放在釣魚 釣魚那裡 所以不敢看得到就對了 沒有要保養 釣魚給你保養 這隻有練真的嗎 這不是我的 這不是我的 有的我比較聰明 你放在釣魚店 你如果拿回來跟你算 今天夾一支 明天就夾兩支 他不知道要介紹的 我給你算說 你再夾一支 我釣魚怎麼騎摸 釣魚的人更騎摸 怎麼這樣 沒有啦 釣魚的人是 釣魚的人跟那個就一樣 你說純頂我們開槓有嗎 有的人說 我們不知道我來釣魚之後 我都每天去釣魚說他們變乖了 不然每天都喝醬酒 有的人說 有的人說 有的人是說 一個牙醫師說 你怎麼好名 我不是 我要釣魚 釣兩櫃就要釣釣釣 就說 好久沒釣魚了 我心情真的是很不好 我工作也沒有去 就黏黏黏黏跟鹽毛說 下了去啦 他就掉了 很可能 不然有的人是說 我是去釣魚 結果不是去釣魚 不知道去從哪裡 對啊 所以他們有一個笑話 釣魚的人有一個笑話說 第二天冰箱 幾冰箱沒有回來 cup 對 每天都 lecture oka 幾次要我把休 Medical 跌道 都累了 inscre 對 不過這釣魚的人 特別是什麼 進海頑岸什麼的人 有這種特別的性格 性格 一般來說也是误得 釣魚的人 跟我們小小... 壵同 的個個性也有很多 還不像於 nom 日本來講 我有話沒說這麼多 這個是雙 relational 沒有釣魚 有的魚是在水裡收的 有的是在... 在旁邊走的 不知道 釣到一種 在酒店在收的 不是在公園去 釣到沒有人魚 對啊 不敢說 不敢說一種 有釣魚的人真的比較恆心 比較有耐力 不敢啦 不敢啦 我想說我釣尊重 像我釣尊重一樣 就是說有的人趴下去 如果兩秒針 或是五分針 或是換兩次離沒魚 釣到有魚 換魚 有的人是不會 有的人是去那裡褲 他就自在釣 我只要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有的人我剛剛就說 因為那種風景很漂亮 一直逃出來很漂亮 他說不要走... 有的人就把我釣到完結了 所以有的人不可以說 釣魚的人的心情就比較好 不可以啦 不可以 有的人也是很急躁想獲得趕快 對啊 有的想說魚雞人釣 他會算說我一天來 尊重買多少 車子買多少 釣到二三歲 我說我今天沒釣到多少魚 釣魚 有的人的生活是這樣 就在那裡斤斤計較 在那裡算就對了 所以說你如果說 魚雞如果釣到一陣子沒牠 就說刷魚啦 刷魚啦 有的人是說我家裡這個環境 我來這裡 我就是享受一個主言而已 因為我們要想看 我們買這價值頭的 這才錢拿去菜市場買魚 買不少了 我們就不必要說 你說破到一個說 釣魚的心情來這裡釣魚 比如說說一百塊錢多塊 還有你買魚餅 還有損失的餘鉤什麼 不然算是一座 我出去兩千塊 兩千塊 看你兩千塊 看菜市場買魚餅也要吃一堆了 你還看釣到那種嗎 對啊 沒有... 我說過這個釣去 我想說我一家在美國的六千金 剛才去釣 我們這個不是普通的 日本人才是普通的 好 那日本人 我們放一堆一堆 結果他丟不可以吃 我丟不可以吃 這常常啦 這常常都要丟魚一種的了解 在我們丟魚介有在流行說這句話 抽人說叫做財革大師 為什麼說財革大師 就是說這尾是他的官屋 他每天來丟 什麼老水 魚吃什麼魚 他都知道 所以說他如果去那裡 都百名丟有魚 有的人如果說叫他三尾 他都沒人 他要丟什麼 他要丟什麼就不知道 所以說都抽 這個某某人是財革大師 所以在那裡的某某某就對了 就算他的官屋就對了 對…所以說這很重要 有的人我們就笑一些人說 那釣鋸 釣鋸 釣鋸一流 一流 釣運三流 運氣都有差 釣品有沒有 下巴流 有夠沒品 這樣 氣到死 有人釣魚的生態 釣鋼 釣鋼 我們怎麼會這樣 魚的球 鑽 不過這生中 釣魚給你最難問的 你自己那時候就這樣 對 我們本來的金融是很多的 不過說一遍 在阿拉斯加塗到的 難忘的經驗 因為阿拉斯加 我們剛剛有說的 野生的動物實在是很豐富的 我們去阿拉斯加塗去 不是說風機坐到位 你就能夠坐 因為我們坐大隻風機到位 我們就半小隻風機 水上飛機 因為阿拉斯加塗裡面有很多森林 森林裡面有河流 有湖泊 水上飛機那是怎麼 一兩多而已 一台而已 我想最小的存在量是 他載四的人 載四的人 那一般 一般是 Captain又出來說咖啡OT 咖啡OT 咖啡OT 真的就這樣 台事大條了 我們在水上飛機上台 我們看到 會比較全世界生動的 我們看到很大型的 錄子 他們叫麋鹿 讓那個角有夠大型的 可以背比較多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些膠 記憶一些膠 當時看到群 我要說的今天就是說 阿拉斯加塗有兩種群 有一種群叫做綜藝 是全世界最大的 如果我看過可以去台北市動物園 它還有一個標本 好像站起來好像3.5公尺 標本啦 標本啦 你這是當這個 你在中魚的時候要把你打 所以你把它抓回來 這是比明年 好啊 這個開始轉 開始轉 這是對於野人的個性 對喔 那天就是 因為阿拉斯加在中魚 都為了要保護我們自己人 有野生動物是很危險 但是夏季一般來說都是不會的 夏季裡面 他們的河流都轉是魚 鮭魚 他們要吃東西很簡單 站在河中 頭穿下去 出來就一隻魚 所以 牠在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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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在牠有夠多 一尾接一尾就 不會在牠 一尾接一尾 牠頭這樣穿下去 一尾就起來了 所以說一般來說 牠不會對人類產生什麼危害 那是最怕是怕到 那個母鄉 當年出來的時候 帶小鄉 那時候牠要為了保護小鄉 所以說那個人很危險 我們每天家都帶兩支穿 一支手穿 回來 一支牠穿 散彈槍 裡面頭一條的穿機都是空包彈 一天如果牠要給你 給你揮一下 對 給你揮一下 不要給我過來 如果再來第二顆就是清清了 我們每天都帶的 第三顆是你自己要帶的 我是不是這樣 有可能 還要帶小鄉 想要帶小鄉 我會帶小鄉 對啊 牠要把心 先打不死 先自己打自己 我來看這個節目 來報索 我們沒有人去帶小鄉 哈哈哈哈 現在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每天家都帶小鄉 今天說有野生東位跟我們上海 去哪裡 我帶兩禮拜 帶到最後一天 感覺每天帶小鄉就都沒看到牠 今天要回去就第二天才而已 算了 穿不要走 牠穿很長的 長歪歪 所以說穿就不要走 想到牠覺得咬到牠 有早上沒有咬到牠 沒早上就咬到牠 牠很近 在中牠的時候看到那種手在那裡搖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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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現在那個老婆跟牠們說 我們今天換個口味 我們不要吃魚 媽媽看到比較好吃的啦 看到中國料理 中國料理 對 那現在去什麼 那現在就在那裡搖搖搖搖 本來我們來的時候是一隻爐 結果頭村出來 哇 一個頭 牽頭有夠大顆的 那時候最緊急是什麼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個通訊的 牠剛才通風發作 牠一隻腳 拍腳 不會跑 拍腳看的比較好吃 是是 所以說那天真的很威脅 牠看起來 牠看起來對我們很有興趣 這樣一隻走過來 牠一隻又拍腳丟臉 還沒帶錢 那天真的 用這句信用詞真的走到離國下 沒有 真的 對你有興趣是 不知道是對我們的 對台灣人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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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牠就說 Oh no 台灣人 走得快 不過牠對你興趣不是 對你興趣吧 我不知道要對你怎麼 有回禮 你先讓我講 我講了 你怎麼說 你來叫我 跑到期毛怎樣 對啊 那天ツanc 其實之前一天就正在走 事實上就是 我們還要對一個 除非湖邊的目房 還有獨木舟 還有獨木舟 用苦的另外一邊 我們盤過森林 森林的旁邊一條河 我們每天走那條小路 森林的小路 真正是森林的小路 旁邊都全球 都生了一些藤 珍珠 很快走 那個路 我們就是剛才前一天 要走就是我們走畢竟的路 那群在那裡放一幅賽 大家不放 放在森林中 一幅有夠大幅 意思就是說 這是我的地盤 你如果再過來 我就要出來跟你們說哈囉 然後我們都沒有發覺了 第二天他說 就有那個 心會把他帶下去 對啊 他說我已經舉牌警告了 你們還是照樣 不敢講嘛 你趕快解散了 你還這樣子 垂裡 那你買的人沒有 人是沒有要轉 沒也不會 直接跟你們講 你怎麼你自己喝 我如果走到我整路一直放一幅賽 沒有 我想到悟到這個道義的興奮 我早想買 我想說我如果去抓到他也吃過 他現在要進去 倒在那裡也好 倒在那裡 沒有 倒在那裡 沒有 倒在那裡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是做著這個金銜貓刺激的 叫我兩個阿公 叫我兩個阿公 是呀 死聚的 我來靠腰 沒有啦 無論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你自己說 對我來說 因為我抓魚的次數 不是說非常非常多 他說每天都期待要抓魚 每天嘴裡黏 黏黏到今天沒有時間 所以其實說每次抓魚 對我來說都是這種 都很好的記憶 因為可能在裡面是 會突然什麼人 會突然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老公去日本人 你說我一邊去台灣 很準的 日本要塞車來 請施錄 問說有沒有欠一個人這樣 鎮長說有了 沒有你站起來這樣 我說我大家都在笑 哇 本來要是請施錄 要去釣魚 人家完全專業 你知道 站鎮長後看他拿出來 那些機器 都用歸勢到悠久 對 對 我講真的 他站在那裡很準 那個上面那個 鎮長後有兩分 我本來不知道要怎麼 就是丟起來都閉著 就斷掉 閉著 斷掉 就是小魚這個 小魚這個 他不要這樣 第一邊說 啊 人來我們接到 我們對人家很鎮長 是 所以那天會不會 大家鎮長都非常客氣 大家說第一邊 我看到第一邊 鎮長那裡有誰放魚的 對 明明有這麼驚 放下去也四月 也放下去這樣 心疼 所以這是外國人 一般來說 人家很多 比較先進國家 他們的環保觀念 對 那個觀念 其實台灣最主要 也是要這種觀念 對 你用鎮長來講 現在台灣人其實 要吃鎮長 吃麵吃飯 吃飯吃飯 吃飯 我會給它鎮長 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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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但是鎮長 他現在準備垃圾袋 我們現在也放垃圾袋 拿鎮長 對 鎮長 鎮長 對 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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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般都是做環保 做得很好的 我們不要說先進的國家 我們舉個例子 說我去南非鎮長 南非一般來說 非洲國家嘛 以前白人統治的時代 是很好 但是黑人取得政權之後 他們現在都完全改變了 在他們那裡釣魚丸角是有魚類的長度的限制 像人家有大人在說的 魚釣起來就明明不會滑 就有麥酒撲出來 裡面的土什麼都撲出來 也是把它放 所以說我們釣魚前一直釣 後面那些海角都一直釣魚 因為魚釣魚不會滑 不過你還是不能夠保持 那種吃 讓魚吃 你不能保持 不管是死的還是怎樣 你釣起來不夠寸就要放 所以說有一個去向就是 你說你一直釣好了 後面海角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會丟在撞魚 他在說的時候是說帛琉 你說帛琉多先進 我們剛才說也不說很先進 但是那個國家因為知道他們 他們泰銀是他們的布培 是他們的觀光的主要嘛 所以帛琉我很想不去一邊就是說 因為那個地方你幾乎把它撲下去 就是水族館嘛 所以他們知道說近海人 有一個所謂你黑白抓魚 那就是沒什麼人看 所以那個國家他也規定說 你要釣魚在哪海 那個地方才可以釣 不可以黑白釣 對 你釣就不可以嘛 對 所以基本上釣魚的人 要有一個環節就對了 不可以這樣隨便 我們先再釣出來再說 I plan 2200 尼富社區電台 不是啦 講到你應用我的生技 對啊 正常我們一般地的地方 譬如說有的人看到那個 看到有人的 先說那種釣魚 甚至還有人這樣撿去 釣魚喔 有啊 你叫檢舉 不是說檢舉撿去 是說檢舉 也受到 身邊的威脅 對 就是說 卡電話說 你如果還要檢舉 我就說 拿柴油去幫你 炸死你們全家 這樣 那為什麼有褲子在裡面 還是怎麼樣 這我們不敢說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沿海的違法培育 情況是真的有嚴重 很嚴重 很嚴重 對啦 這樣幾隻幾天撲起來 這根本沒有 政府都沒有一個官吏 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這種東西 那是說 一天就不是說 要怪政府官吏 政府官吏 政府官吏 你是不是要判這麼準 對這麼準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是自我管束啦 就是說 你是不是後 你後四人的驚損 還會有魚那邊釣 還是說魚那邊釣 你現在乾淨三次就沒有了 是啊 不過你現在常常說 這個釣魚 你還有人生肥的改動 譬如說 準備釣魚是人家的出身 這是怎樣 沒有 我是說 我們像我們知道 現在終於請假 或是說時間都拔開了 要去釣魚 那邊釣魚 那邊釣魚很高興 開始釣魚了 開始釣魚了 都在想說 今天要去 風平冷靜 然後釣魚大尾 萬載回來了 這樣有沒有 那天就跟我們台下 剛才比了 自己認為已經準備了 一生功夫 要讓社會請名三年 所以才討厭 我自己還要捏在別墅 第二天就像這樣 像剛才去釣魚的時候 可能講句 可能整個過程都沒有 你說膝蓋開始放的時候 那希望還是在嘛 就要釣魚了 三分鐘、五分鐘 連釣魚就沒有了 像釣魚 去到那裡 可能海浪太大 那個圓 現在不會釣魚 現在好像放風吹 有可能沒有嘛 可能半夜之後 晚上這一趟已經落空了 石海運轉到四、五點的時候 潮流也對風又停下來 可能會釣魚要不然 那也是一種可能 另外兩次我聽到我以前說 你把它放下去的時候 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 不知道那是什麼 那個感覺好像說 我不曉得 我這樣投注下去 他會這樣 但是他已經有了 但是多少、多大 不知道 慢慢縮著縮著縮著 看來說 我只要這麼小的小孩而已 那怎麼這麼會 那像我酒班有 拖一下子而已 你拖一下子就辣了 就讓你拖一下子 起來 還有一個桌布 這麼會 那也有可能嘛 嗯 各種現象都是在你無法掌握中 可能各種意外 跟各種失落 所以跟人生一樣嘛 你這邊沒有 那可能你會期待說 哪有下一次呢 又再來一道 你又再來一遍 再來一遍 可能下邊就比較好 可能你連山共九三遍 你也應該要第四遍嘛 所以其實我感覺是 跟真的是跟六、四人的是一樣 所以不怪你會說 有些人在那裡 搶害的時候 那個搶到沒力 回到那裡 換那邊又什麼 又再來一遍 應該再一聊 我們還來也是 我們說一個比較小學課本作文的說 好像不像人生欺負嘛 其實是這樣 因為鳥魚對我來說 處理的是說把遠離工作 人可以... 我們這個時代裡 我們是說一個人很孤獨 有時候沒有機會 鳥魚是有孤獨的機會 很有孤獨 在單台的時候你覺得很孤獨 你剛才想東西我不會想 還有對我來說 其實是鳥魚最好的 尊重最好的收穫是說 你除了傳調之外 台灣人沒有一個機會 對另外一個角度看台灣 對 你在外面的時候 在外面的時候 你第一邊看台灣的側面 第一邊看得有夠漂亮 我第一邊有一邊 有一個人說 莫名其妙給我看 我現在瞎散 我說我直接看成 我們第一代阿公阿祖的移民 在台灣的時候看得是不是這樣 那個感覺 不要說北海岸公路過 其實那個感覺就是可能 我們幾百年前 第一代阿公阿嬤來的時候 看到那個感覺 那個角度看台灣 那個角度看台灣 那個黑水溝的時候 終於看到台灣的感覺 對 因為很像 你說成功比起到棉花園那邊 有了 甚至說平家屬那邊 慢慢要進來台灣 看到了 那個零線有了 有那種感覺 你自己在台灣 我們再怎麼做這個 釣場 釣過 你 我去訪就跪了 對 等一下說說是一個靈異事件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靈異事件 因為我們 便在巴林那裡釣過的時候 夜宿在那個西床 西床 他們 朋友有去調查 調查說 剛才有一個阿伯 阿伯 後來跟朋友說 小年小孩 你如果釣差就好 不用另外的家庭 給我站上去 對 想說阿伯 怎麼說三家伯母 不睡 我們走來 站那裡是在做什麼 對 海陵王 就是說 正義說沒有要把主意想太多 隔壁 再起來才發現 他旁邊有一個門 阿伯 還有那個 冰茶 有說掀起來 冰茶掛在外面 是 那個意思是 叫你不要把我釣過 不是要在釣 我想說沒有 我就把釣這麼大地 你自己沒有 你自己來看 很奇怪 不是叫金 叫他跪下 對 我們在釣魚的時候 在鑄聯環境來接觸 所以說 一些比較 跟一般人 比較不會去鑄到的事情 我們才會鑄到 對 所以一直在講到 這個鑄聯 你以為釣魚跟鑄聯是什麼 釣魚跟鑄聯 一般來說就是 人生活在鑄聯當中 我們通常說 我們釣什麼魚 一定要了解他的構成 釣魚可以培養 我們人對 很多來的看法 怎麼說 比如說我們 現在有一個鑄聯 是怎麼變成的鑄聯 就是說 他在我們家的鑄鑄 看到魚鵝 不斷的逆流向上 魚鵝逆流向上 那是魚鵝 那是自然現象 比較有人看到的 變鑄聯 變鑄聯 對啊 那個鑄聯 已經過了 我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鑄聯環當中 我們可以學習自然 怎麼說 因為我們怎麼說的 像吳達人說的 我們自然當中都充滿了變數 跟我們人生一樣 你今天準備 很好 你要做一件事 不一定會成功 不一定 如果有時候你說 我就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成功就是你的 這個變數 在我們鑄聯的當中 我們是各邊都會對 你說我們今天想要去鑄聯 結果流水不對 你可能連什麼魚就沒有 如果不是你鑄魚 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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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海 有時候是鑄牙人到老戀 鑄牙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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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鑄牙才有 咱剛才那個魚 有時候我們沒有準備 有的是說 鑄魚破紀錄 就是吃一切都沒有準備 突然一樣 雞尾很多 對 沒有鑄就鑄魚 一個變數 我們這個 在那些失敗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 就是我們可以說 準備我們後來一邊去 我又要做得更好 有的有叫鑄魚的人 或是說 叫班債的人說 我後一邊來也要長給這個魚塊好 他在一步我們的挑戰 其實充滿變數的 我們在這個調戲當中 一直去學習就是說 我要怎麼做更多的準備 更周全的準備 雖然說他不一定用得到 但是如果說機會來 你如果說沒有一些 基本的東西 你完全是沒辦法應付 是 有人說你最近要去調 沒有 我如果可以調 如果有時間 到那裡都可以了 給我一個小時出去就好了 剛才我認為是總準備 調戲會不會對你的創作有更幫助 沒有啦 主要是 就是我都說的 離開所有東西嘛 離開一些東西 可能人可能比較輕鬆 太太離開比較... 比較不會這樣跟你撈倒 有人是他不會撈倒 但是但是總會 因為我們這種人這麼自尊心 這麼強的 離開一切租下 離開一些 稍微放蕩一下 調戲也沒什麼壞事嘛 對啦 又不是釣北人魚 無論資是昨天都好好的釣魚 不過我老實在強調 就是說釣魚其實 感覺這樣釣下去 自己的思考是說 這個釣魚的過程 最重要的是 射好像比鎖重要 射射尾大 不是鎖尾大 所以我覺得說 紀錄魚沒有 有一個人釣了八十幾斤 但是應該要釣八十二斤 那八十幾斤 再輕輕再放 這人釣魚 對 這就是釣魚 對 好來 今天非常感謝這兩位 來跟郭忠祐的經驗 來 喝一下之後 跟我們老實在賣一下 來 好來 請給我打算 有啦 請給我打算 沒有啦 請給我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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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麼多人我都想不到 好來 請給我打算 要往後的旁邊 我會比較緊張 往後的旁邊 真的有心理的比較正常 對 比較正常 快樂 好來 你 ia